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应该先从报纸开始 我今天做这一期访谈的时候呢 手里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报纸 新年报登了很多的内容 比如这个老朔是人民艺术家 王硕是人民侃爷 包括这个痞子就痞子吧 问题是你们了解我吗 包括王硕批评性就是建设线 各种各样关于王硕的论坛 那么究竟王硕这一次出来 有什么样的本意 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咱们来看你今天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老王这次出来 骂了很多人 特别想知道你最喜欢什么 喜欢谁的作品 喜欢哪些作家 喜欢就不必跟这儿聊了个字 喜欢是我个人的事 我不愿意面向别人 另外我说实在那儿 我没觉得我骂 对吗 而且那个 而且你老说我再出来 我就对问题问错了 你该问我 当时为什么沉寂呢 那沉寂是后面的话题 咱先问吧 你哪儿是 我不沉寂又哪儿是付出啊 你还在 怎么说倒序的问呢 我当年为上沉寂 是因为上海这些人 把我说成一个 丧失人文精神的堕落的代表 然后 造成了行政力量对我的打压 我只能出国了 我出国回来以后 我作品发表不了 我不可能讲话 我当然沉寂了 虽然我不是没写 但我写的东西 我不想发 知道吗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现在可以发了 我出来说话吧 而且我就觉得你 也特别奇怪 明明是一个官司的事 为什么你不提官司的事 大家都反正 我文物跑出来了 当然是从官司那儿开始的 对 官司那儿开始 然后在搜国聊聊 聊开了 他们乱问 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话题吗 最近谁拍电影 谁拍小说 因为我过去是个写作的 别人 我就跟这些人都认识 熟吗 大家就问 我对这些作家的看法 我非得 你说我要夸他们一顿 有意思吗 我说在这里 所有人我都很熟 我觉得没必要夸 我也不需要别人 夸一点价值都没有 老实讲 当然呢 我有一什么问题 我上的这范儿 其实我没想这样 但是呢 是过去的习气 你知道我 我很长时间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最近想明白我是谁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您这是通过六年的思考吗 你刚刚通过多少年 你认为我是谁啊 是个作家吗 是个痞子吗 我觉得有分语见 就你自己 你自己作家王硕 我告诉你 我是一共产党 所以你看我这么 你看我好像特别矛盾吧 我自己想明了 其实老实说我是一共产党 但我是红的共产党 不是那黑的共产党 黑的那些不是共产党 那是共产党的反叛 要给我缓了饭了 我以为这方说 黑了呢 不知道没黑 你想我从小 我生下来 我没生在家里 我生的 我睁眼是在幼儿园里 我们是被当兵从小培养的 培养长大是要出去打仗的 我还都去了 我在海军 我去那儿 我不是为了分房子 我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我是为了保卫 反抗地物主义侵略 保卫咱们该到海防去 我在那儿 我本来学操作 或者改学卫生员 学救死扶伤 我想的就是 我要么在那儿 死在海里 要么当海军司令回来 我们是这么想的 当然仗没打成了 咱们解散了 部队也没解散 我解散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留落市井 沾染了一些旗旗 我也认为我是痞子 但我告诉你我是什么痞 我是痞子 我是兵痞 所以你看 可能不明白 你怎么对这一段 你要 我要是共产党 你想想 你都顺了吧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 而且我觉得 共产党是什么人 李泽彭 你看最近里头 那仿他没有 肩膀是硬的 我干的事 我他妈认 我认账 共产党不是不犯错 犯完错 他认账 不是我干的 老子也不认 也不扛 你们前进他妈栽放 我也不认 我今天到这儿来 我告诉你干嘛 所以你认 你们觉得 我认错 比如说 我认错 我刚才我认错 这一辈子占大便宜了 你认错 很多人都特别吃不习惯 我认为 我当然不可能 这句话都说正确了 但是我说错 我就认账 我不想有的人 是不认账的 我今天到这儿来 说一下 我是要像 还要向一个人道歉 还要感谢一个人 这是同一个人 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谁啊 郭敬明 我告诉你 郭敬明 我不是骂了他三天了吗 对对对 我什么都骂了 是吧 郭敬明跟我是一个传说 我本来今天到这儿来 我准备接着骂了 我不是 我你看 我在干嘛呀 我在演 我们北京话叫做好做仔 好人坏人 我全一人演了 把你们戏全抢了 王子文那官司 我我单单看了吗 我能把他面砸 我就把他面扶起来 我尊重法院判决 郭敬明不够像我道歉 跟我没关系 是吧 我本来今天想到来说什么 说你中级人民法院 你判了这个案例 我尊重你 你判 判决我可全执行 你要不尊重自己 那对不起 我也不服从 你谁都传票 你不要传我 我不认为你有这个 强制仲裁的这种权力 我本来想说这个 放这个雕来的 但是前天 他也是长江明一转社 金力宏做的书 金力宏到我们家来聊天 我说你给郭敬明带一会儿 道歉万事皆休 我给他再不买 我给他鼓多在面 因为你没不再这么干的 你看我这年龄当他爸 就是说 我就想问郭敬明他爸 你要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光荣吗 这事 而且我觉得道歉是最有面的事 今天黎波跟郭敬谈了 人家郭敬明认账 就是小孩有点 有点被我这么一通弄 弄的吧 有点你得给人一机会上面是吧 对 小孩有机会 我已经有特别高兴 说实在的 我高兴极了 在那我给他 我给他道歉 我先给他道歉 我把最以前说郭敬明的话 我全收回 郭敬明是 而且我建议你们预计 现在不要去找人家 让孩子待一天 你面前黎波去台湾 黎波回来 找一个时间 我给人砸了多少面 给人补多少面 我先给他道歉 对不对 而且说到拍 再接着感谢他什么呀 我本来出了度 打算这么乱骂人 但是我也是习气 上了张嘴就骂了 骂了以后 我这范找不着了 就顺着一口走了 但是他今天 金主红跟我说的 黎波说跟他台湾 人孩子 允许人孩子游一两天 感觉那个时间 这个 我 我跟你说我真的高兴 而且他 我一下子找着说话的法 我同样的话 我可以不说这么恶劣 是吧 我可以不用伤害人的方法说 是吧 所以 你看啊 我今天本来给粉丝 起了一外号 准备来损粉丝的 我想粉丝什么 就是蚂蚁上树嘛 你再多蚂蚁上树 也不上席 你一百万粉丝炒出来的 蚂蚁上树 你张样 你农村 去媳妇都不上席 但我 我全收回 我不说了 我不说这粉丝 我觉得 这些路上 我和你们那小孩还聊呢 我觉得 其实一个人 最怕是被自己的支持者给忽悠了 因为 我有过的经历 支持者 我碰到特别多的读者 就会经常说 我特别喜欢你那个作品 我特别喜欢你那么写 他还 你这你特别难受 他只说你好了 不是 你没法拒绝他 对对对 而实际上就 我说那个斯蒂文金 那个 那个 我提到过那个电视 叫《威情时日》 他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读者 他去做 作者的关系 那个作者 翻车了 但那个读者 救了 读者特不喜欢 他作品 喜欢他作品 给他养伤 但接着说 我不喜欢你的结尾 你怎么改 就软筋在家里 对 那改结尾 所以说作家不改 把作家腿打断了 靠在那里呀 他必须改 不改 我就弄死 这就是特性点 我觉得其实 那个别人的支持啊 特别廉价 没必要 我跟你说 十个镜像都会走 没有人记得 你有多少支持者 人家只记得你作品 就我们刚才在那儿还聊 我觉得作家不重要 真的是作品重要 就我们说 曹琴没《红楼梦》有名 所以所有人 后面有人敢 敢在他续 因为作品已经大于作者 因为这个作品 作品不完整 那大家不干 所以高恶上去没有什么 他是为了把《红楼梦》完整 你后来续 其实《红楼梦》续片多多了 所以大家都写到以后完成 所以这个作品就变成了一个 叫什么公共的东西 所以当我感谢郭敬明他让我 找到了一个不那么伤害别人 我说话当然伤害别人 我损别人 你比如说今天 我也是骂了这个秋花洞了 张董写了一篇回应的 我们先来大家看一下 王硕的受伤感和抱负欲 这里头呢有几个主题 第一 说老王说话的腔调 里面充满这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大概有四五点 我都看了 他说我有北京人有感 我还真有 我承认 我不觉得那多好 特别是当那个跟我来劲的时候 我会那个东西 我那欺负人那劲会上来 我不觉得对啊 如果说我 他要觉得受伤了 我也可以给他道歉 我是听说他到天文学当主编去了 说实在我希望他好好干 我 而且我原来评论文章写的比他小说好 他这 他这文章让我知道好多事 原来我不知道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人是新疆人 而且这事是一误会 我们说北京都 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北京都 做家的 你和不是 那不是就没有 这完全是一误会跟你没关系了 人家在争谁是北京做家的吗 他们选我 我也未必去当 是吧 还要当我知道 您是原来也是神从出身的 但我就不知道 这作品名怎么没写上啊 说武汉大学的 武汉大学方方 林白豆武汉大学的 你 而且他说二十年前出名 对 我算了二十年前八六年吧 是莫延出名的时候 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有您 15岁发表作品 18岁出版 所以发表作品 那个有十三 庞金书十三岁发表作品 蒋方舟发表作品比他还早 不重要 您发表的是什么 你怎么不提啊 我觉得 我觉得 刘大学方舟啊 这个评论文章写的 虽然还在南墙北调 比如说你一个新疆人 你说烂宅那广东话吗 可见你没有自己的自己的话 你说话是查着的 另外呢 写的还是比他小说好 因为他小说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个这个我写完还觉得不错 你要把那点 你你比较比较我的和他的 谁的脏话多 你还把脏话拿掉 是一部错的 而且清零文学说的在是一个老杂志 我在那里发个东西 清零出版社是一个老出版社 是一个出过像春春之歌这样好作品的 专设 我希望你到清零文学好好干 而且你呢 我啊 我是有报复欲 是吧 我给你道歉 你到清零文学 我给你投稿 你收不收啊 你心胸有没有那么宽呢 是吧 你你既然 你也是多才多艺是吧 小说估计也不写了 现在就是写点评论 当个主编 那我希望你多培养点年轻作者 那个把清零文学办好 在李世江手里办的清零文学 现在有点 原来清零文学是清零刊物里最好的 比那个什么 那时候有清零作家 成都的还有这个萌芽 北京还有丑小阳 你这些都好 这几年呢 也听不到消息了 希望清零文学在你手里复活 是吧 你你你 你团结 帮编辑没有什么 你也可以自己写发自己的 是吧 也方便 要不然你你你你 你团结作者是 是重要的 你你你 你既然是新疆作者 我觉得新疆有好多好作者 像王刚都是新疆的 就别光发北京人的作品了 是吧 北京作者的 而且你那个 社区人那个 你也可以继续写嘛 是吧 万科我也住过 万科挺远的 上班可能有点远 每天开车小心点 经常路不太好走 我祝福他 是吧 那个 至于说就说就说咱俩 就说就骂他 我可以从此不骂人了 是吧 有事说事 剩下呢 咱就剩比作品 但你现在没法比了 你停了吗 是吧 我马上就出书了 那对不住 我就先跑两步了啊 就是那个 让 这个呢 我也别说我好 你也别说你好 我觉得刚刚说就说 咱们作品啊 未必留下来 留些书名也行 是吧 你你你 我觉得 没有 你说一个十万字的小说 谁会都记住啊 就记住一书名 提事 提书名 我也希望你有几个书名 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你好不好 也许你 你青蛙洞 是一个纯文学作家 你不在乎读者 我在乎过读者 我现在不是多在乎 那反正有读者 记住我的书名 是吧 我也不疑死 沾沾自喜 你呢 成名也早 成名比我早 我九零岸的成名呢 你是前辈 是吧 那我就希望你 自己不写了 就也是 还是在文学行当里吧 是国家公务员了吗 国家干部了吧 也不是多少级干部 拿工资了吧 党的政策要遵守啊 我啊 从今往后 还就拿共产党员标准 要求自己 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极粹去位的人 我跟你比这一个行吧 我也不知道 你青花洞是不是 共产党员 我呀 还守三大地理 不想入义 你说 调戏妇女 我调戏过 我给人妇女 赔这道歉去 群众一针一线 我也拿 我给人送回去 是吧 那个 一切脚会要归功 那倒未必 我现在 我自己生活多余 我绝对可以交工 诸伟不也说 我不能牺牲正利吗 我牺牲给你们看看 现在我做不到 我不说 我将来会捐 诸伟 青花洞 我捐一百 你们捐一块钱 你跟着我捐行不行 我现在为什么不捐 是我没钱 你以为我有钱呢 我房子是徐静雷给我买的 我这些年是靠朋友接济 活过来的 你们这些作家 你们谁 说在 作家 出版社 不是 做鞋这么多钱 文学基金会 我有钱的时候 出版社大家挣钱 我没钱的时候 你让我吃低饱去吗 那他们都是我朋友接济我的 而且你看着 我有钱我全捐出去 到时候谁退 这是孙子 这个您刚才说 您要感谢郭敬林 对 那么如果是要感谢郭敬林的话 我看这个韩寒在他的作品里 在博客里就说了 因为在您这个批评郭敬明的时候 我批评可以吧 可以 我批评的是他态度 因为你 我觉得小说这东西 没有什么高贵的 也不是多挣钱 没有炒期货挣钱 你要为挣钱 不必先要说 你要先要说 你就拿真本事写 你抄女的没必要嘛 而且 你可以抄高一点 老说我们 我们也抄 别抄那么 那么笨 就说的 而且法院判了 你得执行 否则的话 如果咱 民事审判是 设法不像刑法 那么强制力强 但咱们要都不尊重法律 没法说了 但现在不说这事 人的孩子 人的 我呢 是咱们不认识他了 我觉得他 而且我觉得当时 在我听来好像是 他不是不愿意道歉 是因为看着粉丝的面子 不能道歉 粉丝至少他道歉 商量粉丝信 那我觉得就粉丝的不对了 你不要真爱过郭敬明 你不要支持他道歉 郭敬明道歉完了 我买粉丝 我当你粉丝行不行 是吧 咱们不是说要给别人做榜样 这是最起码的吧 比如说 我自己未必做得到 但是比如我喜欢的人 他一定应该是 至少 他道德上应该是基本纯洁的吧 咱们道德标准就搁在哪 搁在 你别侵犯别人利益 是吧 你说的你抄我一个两句 我不做 我根本无所谓 我根本不要求所谓 方语 我也不知道 我不认识这样 未必容易那么一女的 因为小说你不能抄 你抄完你发表 大家能看得到的 你看我看他们粉丝说 这个抄得好就可以抄 没有这个道理的吧 是吧 这个我觉得粉丝是把他害了 我觉得郭敬明岁很小嘛 他二十几岁 我二十几岁 我可能还没 我那时候可能没发表作品 你比我还早发表作品 你前途远大 你不背这包子干嘛 你看有些老同志 错误也不大 被一辈子包覆 当然一说就抬不起头来 何必呢 那韩寒呢 因为韩寒是非常力挺 你说这个说的 不不 说的好 不不不 我觉得 因为其实原来韩寒张云然 他们就批评过他 是吧 你要说老人 他有些历史包覆 他不能道歉 年轻人有什么包覆 年轻人犯错误 上帝都会原谅 你何况 何况你的粉丝们 能不原谅你吗 那我如果假如说 是粉丝嫁着你 那我觉得 那就那就是麻衣上树门不对了 你这 而且 我觉得 其实这事一点都不大 真的是 这一下下去 万事皆休 我真的我都感谢他 还帮我把口正了 是吧 我怎么那么爱骂人呀 我过得比谁都好 我 我跟大家有仇吗 而且我觉得你看啊 我就不知道那些 你说作家权益保险部委员会 那么多有正义感的作家 他这上 为什么之前不说 非得等我出来说呢 我 我不愿当这什么压人的人 嗯 而且 庄宇也跟我没骨气的 那他不到这 里面不要求反 反修权执行呢 我这些说这些话 全都没有在 真对郭敬明的意思啊 我说他的那些 不尊重他的 伤害他的话 我全都收回 我向他说对不起 而且我感谢他 帮我也把话说出来了 我也知道 我今后再说话 我会怎么说话 我会把 我当然 谁跟我有事 我会都一一说 但我不会用那种 轻率的冒犯 让邱小洞讲说 充满优越感的话说 因为我现在是拿 共产党员标准要求 对吧 是吧 我记得是上 上一期的三连里头 有一些关于您的专题 然后你的一些朋友 包括叶晶啊 他们在评论你 说这个老王呢 这个人骨子里很软弱 但是外在的这种灵力 其实是一种伪装 你的作品和本人是两张皮 所以你要是遇到困难 肯定是迎头退缩的第一个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然后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叶晶给我说 这帮媒体真装孙子 给我断章起义 我说咱们能让他们给挑了吗 真是的 想什么呢 我跟叶晶什么关系啊 能让你们给挑了吗 我跟马都什么关系 我们直接说话没那么肉麻 互相一定要吹破了 比这男性话说多多了 你干的什么操杂事都能说 我要当内心软弱 我一点都不坚强 我看他碰到什么困难 你看这怎么说 你让你让我欺负人 我绝对往后退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还不是吹牛逼 你当那样给他杀我来 我眼睛眨一下我的无性王 我告诉你 你就是把地方打进去 我这辆热血喷你身上 让人家当鬼活一辈子 你知道能量守恒定力吧 能量既不会平空产生 也不会平空消失 我这能量杀了我 只会从一物体转移到另一物体 我从把我杀了 我这能量转到你身上 完全是一反转 我拧不死你 我 他谁不信谁来试试 看分什么困难了 废话 共产党那天坏人 跟我装孙子那天反叛 他妈的 你说我怎么跟他硬啊 我这不太恍范了 我 王登年 操他妈的电视节 干了多少坏事啊 孙子你啊别跑 你他妈吃了我多少顿饭 你吃人饭不干人事 你他妈我几万块钱的饭请你 你他妈到他妈电视局 你让我给别人吃饭 你现在他妈躲在庄内 来当副台长去了吧 我他妈的 你自己像组织 你他妈假装饰 他妈策划 你他妈收所有导演的钱 你说我不是 我们今天夜有没有官商结合 我看有 当然有 这么大的利益 怎么可能没有啊 你躲在庄内 才你能跑得了 你自己像组织说清过去 别的我不知道 我他妈请你 还吃了几多顿饭 你说我怎么跟他念 这是因为我 我拿到的这个媒体 我怕你们不敢听 再往下说 我怕你们不敢听 这个咱俩 大概约这一次访谈 有一些简单的网上的沟通 就短信的沟通 当然一向你觉得 这个老王挺厉害的 其实一见面 觉得是真性情的 当时我记得 你特别清楚的电话来说 是你别夸我 夸我我觉得假 我根本不需要人夸 对多脆弱的人需要人夸 这点 我跟你说 我从小你知道我从小 我没做错事都让我检查 学校这帮老师 比如说他写了个错评 他写了书信的信 他写了一个一体字叫文 我举手说老师你字写错了 当然老师可不可以解释 说可以这么写 写写的 单理人文 对 他不解释 他觉得他面子受伤害了 他就说我没写错 是你无知 我说字典没这字 不肯解释就给我揪到工员队去 让我在全联级做检查 把我爸找来打我 压制我 我能服吗 我当然不服了 我瞧不起你啊 谁是全职 谁当然不全职 你老师你怎么可能是全职的 你在小孩面前认得错怎么了 你自己弄不了我 你叫我爸来打我干嘛 那我就从小时我做检查 我不觉得检查怎么着 从小时我会 我跟你说 我当兵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那个 做一个总机 接个电话 我不是跟说什么话 我们一个退 我个老兵电话进来了 让我转一个地方 我就没转 他说你怎么不转 我就骂人家了 操你骂什么 我不是为什么就骂了 老兵说你他妈的骂人 你小子 我他妈过来打你 因为我们都是一单位的嘛 说实在那老兵特别壮 我觉得打不过他 那就是我害怕了 我想我要么 只有两条路 要么跟他打 要么跑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 我跟人认错 因为是我骂人家 对对对 那老兵的退伍的老兵 他妈能拿枪打人的 疯了都 那干部按都按不住 我过去说我错了 对不起 人家马上没事了 知错就要很 当然了 我开车我别车 多少次人那车我别了人家 手潮的时候 人家他们都是打架的样子 我给人尽一礼 没事了 谁说中国人不讲理啊 当然讲理了 我跟你说 你看我混得这么好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我知错就改 这没有什么 这会得特别大的好处 但是外界为什么你会给大家 形成这样一种特别伶俐的感觉 觉得这个 我当然不傻了 你以为我真的叫做叫傻吗 我做 这才叫聪明的 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我和你真实接触了以后 和对外界的感觉是两两种感觉 哎呀 我觉得你们得有点自己判别能力吧 别人说上你的信什么 第一印象 你给我一打电话 然后我说 哎呦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先却了 因为有各种的报道 我觉得会有影响 那你为什么会怕呢 你怕我干嘛 我昨晚一会儿拿嘴说人 你见我什么时候动手打过人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直接侵害过别人 你为什么怕我呀 老王的可爱之处就在这 咚咚嘴 这个据说两千年以后 就是沉浸的那些人比较沮丧 那是我个人的事 在这我聊怕你们不敢听 你们最好也别打听我个人的事 然后那么好像是在读这个 时间简史和金刚经好的内容 有什么感悟啊 时间简史 我跟你说物理啊 和这个大家所有的其他宗教 都在讲一个问题 就讲这宇宙的本质是什么 从哪来到哪去 科学也是探索宇宙本质的一种方法 用实证方法来探索 那个佛教呢 其实是觉悟 我们这把它变成拜神了 金刚经 说实在你 我觉得可能你们都没看过 其实特别短就四千字 就是实际上博尼批评菩萨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是很能 你们能去普渡众生 你那么想就有我持了 而且按照 金刚经最有名的话 就是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他指的一切 这一切东西都是物质造像 物质造像会消失的 它不是本质的 从宇宙诞生以来 只有两个东西是不变的 一个是质子 一个是电子 其他东西都在做更变化 所以他讲的话讲对了 那个时候 他在两千六百年前 没有我们现在 我们那时候认识没超出过地球 我们认识很狭隘 没有天文望景 现在我们对 现在物理发展你就 好多都证明了 他们俩不冲突 只是一个人用自己新体验 因为你要考虑到宇宙是同构的 原子和行星是同构的 所以你内观和外观 你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微观和宏观是同构的 所以大家老是 说实在的吧 就我们讲话就是 大哥们没有矛盾 小弟们大成一片 大家聊的都是同一件事 我觉得 我说实在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瞧不起这些 学校教育的人 他们我不客气 他送他们仨字叫上师职 这个职行 就我持那个上师职 他们是只爱他们老师 不爱真理的 全体有的 中国大学都有一个算一个 你看那个 那个老师们没怎么着 他们弟子们打得一塌糊涂 那您觉得读这样一些东西 对您本身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你活在这世界上 你都不知道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有 有意思吗 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糊涂活 老了你可能一 我跟你说 还得用毛钱那个语录 就无数革命先列 在我们前面英勇的牺牲了 这包括求知的路上 那我们活着的人 想想就难过 这人为什么牺牲 他都是要追求真理的 共产党你知道 不是今天要来搞钱的 你知道澎湃这人吗 善逃我的大地主 把父亲杀了 把家产封了 搞工会 当然杀父亲 我不太晚成了 刘兰波你听说过吗 东北的大地主 儿子北大学生 刘耀奇在北平被捕 拿家产来救 共产党早期的共产党 红的是这样 他要为挣钱 他用不着今天才来 改革开放才来苦搞来 我告诉你 我们复兴路 一院子一院子 男女老少都是共产党 复兴路是共产党的老窝 就我们讲的大部分在呢 不是说现在改革开放就没了 这共产党全黑了 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 我们家亲戚朋友全是共产党 我在二十岁以前我没见过不是共产党的 那您觉得就是通过这六年这样的成绩 包括阅读大量的作品 您在新的这个写作上有什么大的改变 就包括新的 那是看作品吧 这个聊了聊了这个 马上就出书了 就看 看完书再聊 不看书你不是 瞎聊 好 我跟你 我也不愿意 没看过东西 我也不愿意跟人聊 老实说我不愿意跟我聊作品 因为我觉得读者的认识千差万名 你最好保持你独立的看法 对 你跟我聊 你说你同意不同意我 嗯 你跟我争论我 你跟我争论得着吗 嗯 说实在的 嗯 你去提一下这个 说新书是要在网上发布 不是 我还就 我还就 谁也别拿我话僵着我 嗯 我为什么啊 对我说这下再点一个人 嗯 昨天晚上有记载 我打电话才想 才有什么一事 就是北京有个叫贺鹏飞的 叫鹏飞伊利 嗯 他在五年前把我的书的 还是六年把我书的版权 那时候 因为华裔不能出了 华裔被停业整顿了 我书不能出了以后 这个书转出来 转到 这个书商的时候 他他代表是书商 假装是我的粉丝 喜欢我 签了书走溜 从此一去不回头 说第一次给完 给完钱以后 书版权没有了 昨天一个记者说 他现在假装还有 还有本信号跟我续约 你真好意思这么说 这些年代出了我多少本书 你有合同吗 稿费也没有 样书也没有 我都人家拿了签书 我怎么出 书出的是不错 你你难道找不着我吗 这几年了 说到你不给我稿费也就算了 你税交没交啊 你要替我邀请代扣的 上来那些钱就没交税 然后我跟他说 你这稿费你要带税票来的 从此这人找不着了 有这么损的人吗 还现在假装 气死我了 那网上发的 就是上海新闻 新闻晚报的采访 他说的 哎呀 他别不出之为出 我们欢迎他出啊 那个 我们希望继续跟他签约合作呀 你说无耻不无耻 我告诉你我忘了是怎么回事 我就等他过期了 我知恰不敢出 因为他他乱出我的书 我敢出吗 这种什么书上 他大概有个在什么版权笛 你哥不管用 你现在马上把他的 把我的书 这些人印了多少本 你把印数拿来 你把该给我的稿费拿来 你把该给税务局上税单拿来 你你三天真的没有消息 我就到朝阳税务局实名举报你 你还偷税楼税 您说您的这个写作 一直都写自己经历的生活 包括像看上去很美 这样的作品 是在回忆自己童年 但实际上那个作品 是莫衷一世 各种说法都有 未知的就 没有 你说你走在大街上 别人品头论足 你会在乎你 你会在乎吗 人家说这孩子长得胖 这孩子长得瘦 议论你 切不出这个议论讨厌不讨厌吧 你会在乎吗 你就是你 他们怎么议论跟你没关系 对吗 那我指的是未知的 未来的这些 您过去的素材都写完了 新的素材从哪来呢 那我就觉得你特别奇怪 你认为我这些年在哪 我从来在哪 您在哪 人物往不在生活里 就是过去的这六年 有很多的内容是可以 什么叫过去的六年 你对我熟不熟啊 我91年以后 我没这么写 中间98年写过一个 我那从美国回来 为了挣钱 我写了一个 看你很美 之后没写小说 我但是对我来说 从九年以后到现在15年 我生活了15年 我当然是生活了 就年轻人的生活是生活啊 谁规定的 我都玩的比你们差不多了 说实在的 你说我不生活能去哪 我在监狱里也是生活 我在病房上也是生活 对吗 这种 我觉得这问题 太荒谬了 简直 咱最好别提这种 在我认为非常弱智的问题 我对不起 我又是这种 没想起人的态度了 这原因我们的问题 很多是来自于网友的 包括现在有些 他们就提到说 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后现在出来 得了吧 别吹牛逼了 80后怎么了 告诉你 我们是你们父辈 我们在那年龄干嘛呢 我们上上下乡 当兵呢 你们在这混 我们的父辈 在这年龄干嘛呢 当红军呢 红军呢 我告诉你 我红军里 我最喜欢的一支部队 叫少贡国际师 师长萧华18岁 战士全是145岁 就相当于现在 80后领着 90后 走着长城 打下来的天下 你们 你们的奶奶味 当时小孩女孩 活不下去了 不去夜董会做小姐 人家是红色娘子军 扛起枪来反抗压阔 你们80后吹什么牛逼 在这 你们一帮蚂蚁上树 你们吃点麦当劳 我看一眼写 我们青少年 下位高艾飞 你见过什么 高艾飞 你有什么钱 你说到处生病了 上去学的 是不是都这些人 我们都在救助你们 你们还在那吹呢 你那钱是你爸的吧 你爸就跟我这样 他过去没有过钱 就改参放这二十年 你们就是独生子女的那一代 当年你们生来做什么 被家族捧着 就叫小皇帝小太阳 当时就争论过 你们有没有出息 有些人认为这么坏 还没出息 你们 你们证明证明 你们有出息吧 说是他跳个蹦个低 都当牛逼吹了 就只会听黑泡 什么呀 这都是 还有那个 周瑟瑟和张一一 接着 郭敬明这事完了 我找你们 你吹什么牛逼 你跟薰英雷开房 你有本事你到这 当面来说了 你不是我臭死你 张一一在胡乃 我出车费 你到时候来 你又腾讯请他 你假装跟我认识是吧 说我吸毒 我当天跟你聊吸毒的事 你只要敢听 我就敢跟你聊 你们现在就请张一一 你们号称发电话作家 你别躲呀 你当天咱们有什么 你只要骂我 你当天骂 但当那我不爱当那的 我怕你们 真是的 你一个人不敢来 你来 你滚都行 这个刚才我们在外 闲聊的时候 也谈到对红楼梦 看您对八几年拍的 这个红楼梦 意见非常大 如果让您做导演 您会怎么做 我都说了 您按小说拍去 你别 你改不起那小说 您就一张一张 按人家里头 全是对话 就那么拍得了 你别点瞎 你红学家 有这道理吗 你红学家就是个评论者吧 或者是一研究者 你怎么能去动手 改小说情节呢 你不是胡闹吗 你大家 王副林当时怎么会 说实在 大家就迷信权威 那个权威有什么可迷信的 他也不是作者 你最后改的 无论不类的嘛 我告诉你 那个东西是北京话 穿旗袍的 旗装的 你不穿旗袍 不穿北京话 全都不对 生活细节都不对 他屋里一定是炕的 你不穿马褂 你上不了炕 你弄成明朝的戏服 什么情况啊 那都是 我觉得那 上了去全都不对了 那肯定不对 你要当做老舍作品 那么拍 说这种北京话的 你也已经拍了 与青春有关的 那时候 写的就很好嘛 他就按好 他按好玩 像小说里 那么一句 一个字 一个道点 都不许改的 这么拍 非常有意思 所有人 那孩子也不全是北京演员 特别整齐的一趟孩子 好看极了 那个 聊到这个影视剧了 您现在有 您比较喜欢的电影 电视剧这些那种 就您关注之中的 什么关注 多了 每年 那中国的电影 好多好电影 像义和园 十三个炮 总统履悦的 还有这个 就这两 二年看的吧 就是 还包括绿帽子 当然外国最近 最新的 有把那 切听风暴 东德拍的 非常好嘛 是吧 他们说巴别塔不错 还没看 那个 您对现在这种 选秀的节目 有什么看 不看 不看 我见的美女多了 我不觉得 而且我觉得 把女人当玩物 但是选来选去 有金嘛 我觉得那些女的 也是见招在那 让人挑戏 穿着泳装在那 跟个人肉市场似的 我觉得 这个80号 这些人没出意在哪 也不 我也不 不一甘子打 反击穿人 就是这些 崇拜香港文化 香港是个什么地儿啊 过去 是一殖民地 这些人在香港 英国人那是二种公民 跑个这来 冒充上等人来 所以他们认得我 他们认得我是共产党 我当然瞧不上 他们 怎么可能想想他们 他们把中国人的那一套东西 那些坏东西全都带过去了 80年代他们回来 把性病带回中国来 毁了多少 他妈内地的女孩子 现在去你们那 生个孩子你们都不干 没有这样的啊 就是说 你香港是全中国 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 你还要 你还要中央撒娇 让我们内地城市支援你 你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便宜 你全占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 共产党失败了 不是这么回事 失败的是什么呀 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没有失败 林主的社会主义 北欧 欧洲你去看吧 全是社会主义国家 特别是北欧国家 他不是那个 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 是完蛋的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西藏人 会把毛泽东 供为菩萨啊 毛泽东行的 就叫无畏不失 不信 不怕鬼 不怕天 不怕地 当毛泽东这个人 有他的问题 他就是 你也得替他想想 我跟你说 你手里中共党史的人 就知道 他在中共党内 党内斗争 他是最温和的一个 他前面那些人 都杀王明啊 张国焯 这都是枪毙杀头子 他是一个不杀 大部分不抓 而且他是 七家龙杀 四五年 他确立在党内的 特地的领导地位 到四九年解放 他才四年 他呢 当然是康隆不悔 所以呢 就变成了什么呢 强者横强 他可以 你什么时候 结果就是一朝杂花散尽 落花油丝 坠楼人 他完全被他 最强的时候 他可以采取和解 你知道我们不是 中国人不是山顶洞人的后代 我们是非洲人的后代 山顶洞人都在六万年前的印尼火山爆发 全部死掉了 我们是直立人的后代 全这些人都一样 我们的所有敌人已经证明我们都是非洲人 一个人的后代 大家都来个同意 我们就是兄弟姐妹嘛 后千少人的差异 我们走到这来 黑人出来以后 白化病变成白人 白人分析结合变成黄龙人 越往东走 脸越吹越大 我们跟全这些人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一样的 是平等的 如果说平等要找一个新起点 不能找新起点 你就在今天崎岖不平的现实中 开始寻求平等 强着强着 倾斜 就众人平等 平等是个理想 大概从其一生 我们承认差异才能放出平等 比如说 那个时候搞平等 你说女子也去练钢筋 当面的不对 你女人有女人的生意特点 你平等意思就是 你要照顾做小子 尽量多给他们些资源 不是说大家绝对平等 在同一期望先生 傻瓜才会那么说的 对不对 我看网友有提到一个小 那个说疯狂的石头 您如何评价 我觉得他应该是 我没看 因为我听说他是抄的 八个两三枪 两三枪我当然喜欢了 那我不愿意看这种水货吧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在 西周刊登里奇 陈村评价张艺谋和风小钢 说他们是中国电影界的 一对豪辱 这个他们的作品豪辱 就是那个豪大的豪辱房的 中国电影界的一对豪辱 您如何看待这两位导演 当然我已经说够多了 这两人过去全是我的朋友 我不想聊他们 我觉得陈村跟他们也不熟 陈村的幽默感 陈村 陈村我知道 陈村那种尖刻可以收敛一点了 你跟他人也不熟 这种比喻 我认为比喻成乳房 也有点没意思吧 有点下流吧 好 我们聊点新的话题 这个您觉得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或者是您认为的一个好的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没有什么好的作家 只有好的作品 好的作品写出来 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 有人像海明威到处生活写的 像那个 他们那个 写 追悉四十九年 那是躺在病床上写的 你不要去找捷径 每个人的自己生活 别人代替不了 别人活在什么样 跟你没关系 你自己的生活是注定的 所以没有成功之路 没有一个标准的成功之路 就这也是将近讲的 是法平等 你就把你自己 所有的道路是一样的 基本上讲就是 没有佛法 你问我佛法 我不知道 没有 你自个去找吧 这个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间 我看是网友 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大家都太别把自己看成一整体了 每个人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你对时代 时代不时代的 说在时代不就一大堆人吗 在一个特定时间里 你过分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觉得你自己日子也够不好 你还会给别人添好多麻烦 你别太关注别人 也别太让别人关注了 没什么意思 说在明的唯一直接好 就明完以后 你生活可能方便一点 也许你挣钱方便一点 但明多了累 明多了累 你觉得累死你 这个在新京报上有一个是 南都周刊的副主编 常平对您的评论 我非常喜欢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他这档评论 他说王朔之所以能够这样骂 骂得这样有力量 也是因为他这几年 基本上没有利用名气和地位忽悠大家 我其实听不懂这句话 我能怎么忽悠大家 比如说他说您没有 是啊 谁忽悠过大家 他指的是谁呀 比如说他跟我参照的人是谁 我没有过 谁有过呀 大家不是自己忽悠自己的吗 你别赖到别人身上去了 好了 咱们聊一些比较 什么叫水货 水货就是模仿别人的名牌的作品 走私的货叫水货 咱们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聊吗 这不是问题 行吗 我能问你日常生活干嘛吗 你能回答什么呀 你不就是吃喝吃饭睡觉吗 好 我们换换 那个您的这个 宠物 宠物的这个 猫可以聊 猫可以猫 喜欢猫 对 您不能老是 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灵力的 看见一个生活中的老王 这个聊聊猫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猫呢 也没什么猫就是可爱 我从来没特定喜欢过这个 因为猫 我觉得猫 因为猫其实就是相当于属虎的 就是它是那种 人格有猫人格和狗人格 狗呢 是说是在狗的物种非常奇怪 就全世界全都找不到一个野生的权种了 它就一直是追寻人的垃圾生活的 那么一个东西 后来跟人一起打猎 完全一 就这种生物 它应该算寄生类的生物 最后完全被人格化了的一种生物 你比如说它跟人有同样的价值观 当然我认为这是人灌输给它 就是比如说忠诚 一个物种 忠于另外一个物种 我觉得是违反物种本性的 它得到好处就是 它吃饭更怪 人替它给它喂饭 所以它自己不会打猎 它必须人 它打着猎也得人喂它 而猫我认为是独立的 猫科动物是普鲁动物里 跟人一样是在进化高端的 我们也都是从 普鲁动物 我们都是普鲁动物 我们在我们进化高端中 可能有一部分猫的性格 虽然猫的性格 人就比较独立的性格 猫它非常独立 它不用你管它 而且它 它是自己吃饭 你把饭割好了 它有好多野生喜欢 比如它野蛮粪面 不是它爱干净 那是在野生生活中 它必须野蛮痕迹 否则别的动物会 闻迅而来 比如说它 都说猫怕水 猫不怕水 猫对水源非常敏感 它是有地盘意识 到新环境 它是这么溜了一圈 先把所有东西闻遍 就它吧 眼神不太好 那猫是双元色 我们是三元 它没有红色 所以它看东西 它只注意动的 它一件绳什么 它就受不了 然后呢 就是你都一停 它看不见了 它往往 它确定一个东西 它是过来 它要闻的 闻完以后 像我们家那巴宝 它去别人家 不吃别人家的东西 特别给我张脸 我觉得 狗你给它多少吃 它是你给多少 它就吃这么多 它多一口不吃 我觉得这就是 最高自然道德 就是我生存满足了 我多一口 多一口就要贪婪 我就不要 另外它呢 就是 就它跟你是 它就是 我在讲猫的时候 我都觉得 它跟小孩是一样的 完全是条件反设式的 你对它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只是我们人类有记忆 比如说 我对你好 你会逐渐积累 对我一口感 我有一天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还会念着 它曾经对我很好 对 你会原谅 你会宽容我 猫不是 每天重新建立关系 你对我好 你就表现出来 不像我们人类 有些父母似的 我爱你 我打你 我打死你 这叫我爱你 猫绝对不是 猫你 你稍微碰它一下 它就跑 我就刚才出门前 我不留时 加上猫脑 它这一种跑 怎么叫它叫不住 我一开始说 对不起对不起 它就不信任我了 所以我认识有人 就是它可能 打过一次猫 猫干的所有怪 它 你说你装好多东西 它过来 它不是这么走 它也会碰到东西 它完全是无意义的 你根本就没有权利 去责备它 说实在 而且它 它每天都在检视 你对它的好感 因为它 我认为它 它不认为我是主人 它认为我是跟它 共同居住的人 那共同居住 大家就是 实有 你就得大家互相的 释放好感 你不能说 我心里有好感 我不释放 我就恶意的 那当然过去 我也有过这样 我其实心里 对人没意见 但是我表现出来 是具有攻击性的 那老实说 我认为都是人 比我脆弱 那肯定感觉到受伤害 受伤害以后 他理就不讲了 他就开始 计较你态度了 我们中国人呢 做事也往往是 叫诛心之论 就说你做事是好事 我还不信任你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有别人听到 你们出来问 你为什么 你管我为什么 你管我这事好 还是不好 我都 比如说 我明明在做一个好事 你非得怀疑我动机 那你对我是不是 也是一个伤害 我觉得大家动机 别了了 谁也不知道 我说在有很多时候 我过去 我根本都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事 每个人的行动 很大程度是盲目的 这还是有网友在问 王作家下一部作品 是什么题材 现在有深入体验生活吗 体验怎样的生活 哎呀 这说这话上 我觉得像岁数特别大的人 就是比如说在毛泽东 过去那个时代 他说一个作家 要深入体验生活 刚才我都给你讲了 我天天都在生活里 我不需要深入 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当时 我这两年 05年06年写的东西 本来我是不打算出的 搁在网上 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嚷嚷 说是纸媒体 还是出吧 那就出一板了 那无所谓 我觉得 出就出呗 我正好也需要钱 我 我也别老靠朋友接济了 我自己挣点钱吧 正好钱我捐呐 网上原来说的 这叫点击 这个点击的费用啊 什么的 您自个儿有标准吗 没有 这个实际上这个事 其实我刚才有说过 这些话 就是 我们不是说纯点击 实际上是会员制的 就你交免费和月费 过路课可以点 你不点 你愿意考到旁边看就行 那盗版上 你盗版你不能印吧 你只能自己盗版 你只能看 你要真是不愿意花这一块钱 或者一毛钱 你到别的肯定有人会给靠走 你就看那免费的 可以 我不管 但是你 当然你不敢出来印成书 因为我没有书 你一张书就是盗版 很有成 因为盗版主要它是 它是 你出这本书它模仿你这本书在这摆着 所以我还要提 东北有一女王座 我知道她故意出一个什么不想上床 在各机场老外 这给我添多的恶心 多人问我说你出这本 我都天天上床 不上床到哪睡觉去 当然我不怪她 我相信不是她的问题 是书商导的鬼 书商在书商买的书号导的鬼 就是这个出版 我说实在的 我觉得像这个女王座 包括还有一个人冒充我的名字出过 我看过他们 他们能写东西 你何必冒充我呢 你自己藏着正南米名写 你冒充我 你也不会多卖几个的 说实在的 你多卖 你丢起这人嘛 我真觉得 你实在不能 你真的你可以去写别的东西 你写散文也可以啊 你吃完干净饭行不行啊 你最后你叫我知道 让我损你一辈子 你好受吗 是不是 您很享受自己现有的生活吗 我不享受 生活怎么可能享受呢 生活中太多问题了 但是放不着在这说就是了 你千万把我当成一人 你们碰到问题我都会碰到 因为我年龄比你大 我可能碰到问题比你们还多 你比如像我这年龄 就会每年都会有人死 心有居士 那当然每一个人居士 都对我都是一个打击 你比如二十岁的时候 我所有朋友都在结婚 在生孩子 到三十四十岁都在离婚 都在为孩子上学奔波 到现在就是 每年都要死几个 再往后 而只会越死越多 因为讲一代人都要前后脚死 对 我们和我们的读者都会一起死 谁也不要想什么的流芳千古 没有千古 你说那时候就是我跟金庸 出事的时候 王湛写过一东西说 引了两句 是叫 而曹明玉身具烈 不费江河万古流 光我身与名具灭嘛 大家都要灭的 谁也留不下的 江河万古流 这话说的真叫没见识 这是苏东坡的诗吧 我送听两首诗吧 浑天风转 中不转 沧海狂争 到底干 江河不会万古流的 别傻子 地球会爆炸的 第二八尔城 你知道现在南美级这两个词级在对调吗 好多词区已经紊乱了 这个两级会在一段时间就会对调 大概我先看它只剩1600年就会对调 所以这样电磁场全乱了 您怎么看的名和利 名利 那说实在就是 没有什么 对我来说都是 我说实在我跟不想这些问题 钱当然是生活中 钱就是数位化的物质 是吧 你这些物质 你生活中我们需要靠物质 是吧 拿物质交换物质 那有物质太笨重 原来是易货的 我们现在就拿钱代替它 你生活中需要一些生活物资 它就是满足生活物资的 那剩下的名 名我一直不认为那是个什么东西 那就是无非 有的人就让人知道 你比如说电视播音员大家都知道 他也有名 名人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只是比如说这人比较高 大家都看得见他 这不是夸人 我觉得 所以所有电视台沾名人俩字的节目 你们也别来找我 找我也是自讨没趣 我不会去的 那名字起的多寒暂 好 又有两个问题 是网友的问题 因为咱还是要通过既视的沟通 让你聊一聊台湾的李敖 怎么看这个人 李敖 有点态字大了 就我看他节目 不能看到看完 因为他讲一会儿讲 最后就讲到自己身上 你看我弄得多好 你看我弄得多好 没必要吧 都70岁了 可以看开点 当然 就是阿诚说 他有那个被国民党关过六年 他有那个 被单独接近过的 资本咱们没体会过 他有强烈的表现欲 也不肯吃亏 然后肯定过去吃亏吃大了 但是经常会造成 你说他聊得有些事有意思 然后最后画风一转 转到自己这儿 就回回都一样 就至少是没意思了吧 你李敖 你李敖到底有多少文献成就 你的那个 他写的那个小说叫什么 那叫什么四 就写他 你看 那你不熟人 你就别聊他了 他写了 就本来法门斯 叫法什么四 就写过一个小说 自己说是那么有提名 那么哪有提名啊 那他不像奥斯卡 是有提名 是个奖 但是任何一个 宇文老师都能过 你是搞文字的 至少我认为 你应该看清这些 虚荣的东西吧 那你冒出提名干嘛 那小说我是没看过 我觉得70岁 他现在不是不聊天 开始准备写点东西 我就早点写点东西吧 都知道你聊 你不说 他也知道你是什么样 你的学问做的什么程度 咱都知道的 你不必在每次节目 你都聊这 是吧 这个有网友问说 你这次付出 对你自己如何定位 包括现有的作品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没付出 过去是被人打压了 好 然后还有提到 这个王 风小刚的转型 是不是每个导演 都需要转型期 我没瞧出他转型来 他一直还在 在他那个系列里拍嘛 你夜宴不是转型吧 夜宴还是更加商业化的 一个片子 可能就是和相对 他以往的这个 没有什么相对性 那只是题材不同 操作方法和 他追求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 古代的和那个 那叫转型 那不是 有网友问说 王硕老师会自编 自导电影吗 我其实本来去年 要拍一个电影的 但是因为 我写着来 当张五女儿 在美国那边 参加高考量 她写一篇文章 我就给她写了一个题目 叫上帝是物质 提张五本来 她就拿这个做文章 结果她没做 结果我一发 不过这写下去了 结果我那个 我那个剧本 就一样 把那个季节过了 后来 我就开始写别的东西 我当时更喜欢写作 因为说实在的电影过去 情况很恶劣 我没法按照我的自由的心思来创 你说我会反弹反弗中心 当然不会了 结果 大家争了就一头趣味之争 你还得刺头这帮官僚 你通过一个电影 再请他们吃饭 我就不说什么了 就是这个 这里头有的是事儿 我又不愿意害人 说实在 但是王硕年我要点他 中国电影九五年 情况多好 就被他搞垮了 现在你拍屁股跑了 你跑不了你 那个 然后那个 那所以这电影我不愿意 我寒心了 我不搞 行不行啊 我们刚才提到猫了 您在某一个下一步 或者预计的时候 有没有会写到 你们家宠物猫 我会拿定义拍的 猫非常有意思 现在有拍吗 我现在没拍 我等那网站开播以后再拍了 只要反正带着机器 未知的作品是在网上挂 您估计用多长的时间 把他写完 我觉得你呀 你前面准备的真是不够 你前面我都说过的话 你 那还是有在问的 那他不知道 咱就别问这 别 看我别的去了 都说半天了 老跟什么都没说似的 我说的不是中国话吗 怎么都听不懂啊 真是的 好了 那个咱们来说 关关于一些新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刚才就是 您要不要准备那问题 咱们别老跟他们聊 你让没得聊 我们刚才聊的这很多 据说每年都会有很多亲朋好家走 您和您自己的发小的朋友 现在保持往来吗 尽量保持往来吧 就因为大家年龄也大了 但是也不可能天天在一起了 每人年龄都大 我在我那里我算最小的 你看我那些个体也得多大了 他都都快六十了 有人都退休了 很多人金方并不好 你比如说杨三 与清风有关日子 你看过吗 那里面摆山的原型之一 原来一个老中将的女儿 他爸爸担过铁道 兵司令和二炮司令 现在过得就处处拿钱卡着人家 他父亲去世的早 结果生活得特别惨 说一句话我特别难受 那天你吃饭回去送他 他有一个小事 特别让另外一个孩子 把那孩子做生意嘛 总是活不一点 然后就就说的 哎呦不愿意找你 觉得觉得你们特高 哎呦我听完这话太难受了 嗯 怎么来就不就变成不是一阶层了 我觉得我觉得哎呀 我反正我听不得这种话 这可能和您外在形成的这种影响 包括我在访谈您之前 就对外的这个王硕给别人留的感觉 是有一些有格有距离的 你不会觉得我高吧 最多觉得我雕是吧 我觉得也有高也有高 也不高 那我觉得那是你们自己低了 你蹲着看 你就觉得我高 我不高 我从来不 我跟你说 我从来不觉得谁高 我看东西 我看缺点的 因为好数大家都在谈好数 对 是吧 你只要一个作品 只要你看出它缺点 你就可能比它好 是吧 因为没有完美的作品 红楼梦也有缺点 也有啰嗦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你看出它以后 你才会自信 也就是你看一东西 你无许投机 你别写东西了 因为你永远不会超过它 嗯 差不多我们节目时间应该 快要结束了 14点 57分 访谈室到13点 其实特别高兴 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你在一起聊天 我觉得只有和老王这样聊过了 才知道老王真正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在外界的 对于这个报纸啊 包括广播电视的 这各种各样的 对王说的报道 我觉得都是有出入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媒体我觉得有好多 什么情况有的是 他自己的理解力也不行 或者他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匆匆看一眼 或者他本身就 他就把你 已经把你定型了以后 就这么行 对对对 还有目的 他是挑事的吧 没预计嘛 他总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其实你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新闻的 你知道他赫斯特吗 美国的报道 我知道 黄色新闻就是他最开始搞的 就跟我们现在调度是一回事 他就是 他就是用耸人听闻的标题 却色星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什么事都是负面标题 其实你看里头没事 是 因为我本身这个 才你之前还是心有余悸 我这老王在骂我几句 我 你觉得 你看咱这么交流 你觉得我是 特别好的 我一进门刚才一握手 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真是另外一个王硕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对 我当然呢 我尽量克制自己 我以后不说那种伤害人的话 然后 我呢 是对事不对人 而且我觉得 人犯错误也没有什么 我就是一个榜样 我犯过无数错误 我 你看我不是挺好吗 你看巴金讲 说讲真话 巴金一百岁的时候 说讲真话 那他没来你讲真话 他就厌弃了 我别到一百岁的时候说我讲真话 我来不及说我已经厌弃了 我四十九岁 我今天就开始讲真话 从此一句假话不说 是我的我就认证 不是我的你也安不到我头上 我也不在乎 说实在的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真善美 这个讲真话的人永远是最可爱的 因为说实在的 真话讲真话 不是需要光需要勇气的 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假话 对不对 要分辨出真是心理化 挺难的 我不能保证我家里说的全是真话 我只是尽量做到 我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我可能永远不是一个玩人 但我会像那个 像我会发现 不发现缺点 我可能永远是有缺陷 我发现缺点 我改一个 你比如说 我现在意识到我说话伤害人 对吧 我原来不知道 我认为你们大家都已经胡骂的挺 有人骂我骂比我骂 他们过得多 我以为你们很坚强的 你们不坚强对吧 那好吧 我收敛 你们现在觉得我强者了吧 我收敛 其实特别感谢 我让着你们 行吧 今天拿出真实的面孔和我们在一起 我觉得真实的王硕是坦诚的是可爱的 而且也是非常性情的 这个大家不要光看广告 要看这个广告背后的东西 要了解一个人 除了通过他的作品 我就要更多的去关注他 希望大家更多的来关注老王的新作 也希望王老师在未来的每一年都能开心平安 谢谢 我们今天的访传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在腾讯的读书频道再会 再见 再见 再见